放眼望去整條馬路不滿黃褐色的泥巴水 馬路都變成了水路 颱風都已經走了 但是在雲林水林大溝村的這個低窪處 不少民宅都泡在水裡 尤其水林通往口湖的主要道路 因為牛條灣大牌潰堤的關係 道路中段還有多戶的民宅是淹水的情況 馬路上汪洋一片 那麼居民就抱怨颱風走了 但至今水都沒有退去淹到了小腿肚 只能涉水而過 盆栽青島直接泡水走進屋內更是勢搭搭一片 一整條馬路上有好幾處 都有淹水的情形 那麼大溝村目前約有20戶左右 房子泡在水裡有居民喊苦 因為住的地方地層下線 也因為淹水的關係 已經四天沒有出門了 現在不知道還要多久 才會結束這樣的苦日子 也希望有人來幫幫他們 而且還要等到水退去之後 才能開始清掃家園 遙遙無奇